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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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在我教学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在教中国哲学史 那么中国哲学史从先行两汉魏晋隋唐宋宁还有当代 那就有各种的学派各种不同的理论的议题 那么我一直处于在这个三教辩证 三教辩证 就如是道三教辩证 或者是如末法互相的这个批评攻击 那但是我不管在读哪一个学派的经典的时候呢 那我都可以理解这个学派在讲什么 那讲的是有道理的 一旦他被批评攻击的时候呢 几乎我向各位干部同学们保证 任何一个学派在被攻击的时候 都是处于被误解的状态下 当然这个学派去攻击别人的时候 他也是在误解别人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不同的学派他谈不同的问题 从不同的视角 他解决不同的问题 他提出来观点其实就是永恒的真理 你说到国民教育 那儒家就是永恒的真理 那国家应该照顾百姓 那儒家就是永恒的真理 但国家必须强大 必须富国强兵 法家讲的 这也是永恒的真理 然后领导者呢 必须要有宽阔的胸襟 把利益让给干部 这是老子讲的话 这也是永恒的真理 那每一个知识分子呢 要有自己的兴趣 嗜好 爱好 休闲生活 要有个人的自由 要潇洒 这是庄子讲的话 这也是永恒的真理 这一切的一切一定要冲突吗 不需要冲突 所以我们想今天的课程呢 利用一个周易的架构 来把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儒家 庄子 老子 法家 佛学的这些理论 放在这个架构里面 等于有给他各个不同的位置 那么他们就彼此可以不互相冲突 那这是我今天这个课程 希望带给大家的东西 那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学的 一个宗论的课程 好 那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周易就是《易经》 《易经》有经文 那这些经文呢 有所谓的这个挂词啊 窑词啊 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易经》的这个文字 这个东西叫做挂 然后呢 有挂名 虚就是它的挂名 然后有一个挂词 然后还有瑶词 什么是瑶词呢 这个叫做一个挂 一个挂都是有六个线条 每一个挂都是六个线条 针对这六个线条 它其实代表了社会体制的六个位阶 由下而上 一二三基层 四五六高层 一二三地方 四五六中央 那这些文字是谁写的呢 传说是文王求尤里 演周易六十四卦 福西八卦 文王六十四卦 那根据学术的研究 大概不可能是文王一个人做出来 但毕竟是文王武王周公 那一个时代的 他们的政治家集团 学者专家 共同编写而成 我跟大家讲一个思路 大家一定非常容易理解 古人 要做事 有疑惑 讯息不清楚 他要沾世 问告于鬼神 沾世呢 就是透过一个方法 得出这样的东西 六十四个卦 一个一个的得出来 得出这样的东西 总共有六十四个 就是这个卦象 那为什么是六十四个呢 因为他得出六个线条 每个线条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像这样断的叫做阴摇 一种是像连的叫做阳摇 所以每一个位阶有两种可能 两个位阶就四个可能 三个位阶就八个可能 六个位阶呢 二的六四方 六十四种可能 所以这就是一个排列组合 只有六十四种可能 所以周一的卦呢 就有六十四个卦 然后呢 针对这个卦呢 我再把文字编写进去 针对整个卦的文字 叫做卦词 前缘坑力针 针对这六个线条 一条一条来讲一句话 就叫做瑶词 所以这就是瑶词 潜龙污用献龙在田 霍跃在渊 飞龙在天 抗龙有鬼 这就是我们平常看武侠小说 他连续去常常会看到的文字 那就是来自传统周易的文字 古人呢 要问事情 问告于鬼神 能够得到的就是这个卦象 然后他展开解释 周朝初年的政治家 集团 文王 王周公这个政治家集团 大家有问题会展示 然后呢 我给了你一套文字的版本 文字的版本就是挂词 窑词 这叫做经文 叫做周易 叫做易经 我们今天讲易经 为什么叫做周易 因为易经的经就是经文 经文是周朝初年才有的 但是易的这种詹事活动 远古时代就有 夏商就有 但到这周朝初年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易经的经文 所以这个易经会叫做周易 但我们平常在讲周易的时候呢 会讲经文 还有什么 易传 那什么是易传呢 那就是孔子读易经 孔子讲易经 他的学生 儒家的学生 写易经研究的学术论文 写的写的 写的好了 就编辑起来 成为易传 有十篇文章 那个叫做易传 易传是春秋战国到秦汉初年的时候的文字 易经呢 周朝初年就完成的文字 那周朝初年完成这个文字 我只做一个简单的比例 大家立刻明白 大家都有手机 结果中央政府提供了一款APP 以后手机呢 只有这个APP 反正你不管问什么 我都有答案给你 因为大家都要问 但我就给你一个固定的版本 那么这个固定的版本 会不会反映了当道的政治理念呢 会的 价值观呢 会的 人生智慧呢 会的 你要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你要什么三观 我都在这里面给你 你要的讯息 我也在这里面给你 但你就是只用我这套APP 我个人认为 易经的编写 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官方编写的 从今往后 两千年中国人 中华民族 你不沾世则已 你沾世 沾到某一个挂 某一个谣 你得到了那个文字 急凶悔令 那就是周易的经文的一句话 那我们现在撇开沾世活动 也撇开政治动机 光是这个文字的本身 他就反映了周朝初年的 政治家集团的 政治哲学和人生智慧 那么周朝初年的 政治家集团 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从地方政府变成中央政府 从基层变成了高层 这就是周朝初年 这个集团 他们头脑里头 有了所有的政治智慧 人生智慧 这个东西就进入了周易六十四卦的经文 那这个经文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主题 六十四个事件 那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 那这个比如说前卦 前卦就是君王的养成的哲学 君王养成的哲学 他一出生就是王子 没多久就变成太子 再没多久就变成君王 就这样 所以对他而言呢 一出生就尊贵 就是一条龙 但是告诉你乾隆乌用 那我进台湾大学政治系读书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有全国政治杯 大专辩论比赛 那我班上同学就大一 口才很好 就加入了这个系队 有二年级的学长 有三年级的学长 有四年级的学长 我就记得四年级的学长 跟我班上的同学 讲一句话 而乾隆乌用 明白吗 我们要去跟别的学校比赛 你已经加入系队 因为你口才很好 很会辩论 但你先不用急着出站 陪着看观摩机场 陪着看观摩机场 为什么 你才刚来 还有很多事情经验不足 所以你出生再尊贵 你进入一个基层的单位 你要懂得乾隆乌用 一般新进人就不懂这个道理 就要表现 那人家就不喜欢 到了第二遥 一二三是基层 四五六是高层 一二三的二是基层的 核心主管干部 四五六的五是高层的 核心主管干部 所以五就是天子 五就是董事长 五就是君王 二呢 就是基层的核心的干部 那表示什么 你受到重用 那你就要怎么样呢 表现你的能力 积极的表现 然后做给大人看 大人就是九五至尊 你要跟他一条心 这是你展现成才的机会 然后到了第三 也要更加的滋生 你心里想的 这个天下将来是你 就像你在一个公司 在一个工厂 担任这个厂长 那你的员工呢 朝九晚五 或朝八晚六 或朝七晚七 但你呢 你可能朝六晚八 人家都走了 你还在寻厂房 一直寻 一直寻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错误 因为你不容许错误 因为这个工厂是你的 这个公司是你的 这个国家是你的 所以你会比任何别的干部 都加倍的投入 终日前前 钱就是刚见不如 戏 到了傍晚 替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弱力好像有危险的样子 那就没事了 所以各位主管 同志们 你们在你的单位 做事情 你如果是这个态度 那表示你的格局很大 不是长官叫你做的事 做完了你就没事 而是你自己会去主动 主动的去观察 去看看还有什么事 需要你补位的 你就补位 那你这就是格局 格局就是官阶 什么事情是你的事情的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格局 你觉得不该你的职位 做了事你就不做 可以的 你没犯法 但你就没那个格局 别人不做的事 但是是这个单位 必须要有人做的事 别人不肯做了 那你就拿起来做 那你就是把你自己 跟这个单位 等同为一 你才有那个格局 那你的官阶 就决定于你的格局 这个人就是 单位里头 所有的事 都是他的事 别人做好了 他检查一遍 别人没做的 他一定去补位 这个就是把自己当做 未来就是我要做帝王的人 是这样子做事情 所有的事都是我的事 所以我领一份薪水 做三份事 做四份事情 聪明的人都不干 吃亏了 但是要做帝王的人 都不会觉得吃亏 他根本就不在乎 那一份薪水 他在乎的是 他能做多少事 能够把这个单位 做到多好 因为这个单位是他的 第四 或月在冤 你将来就是领袖 就要月上去了 所以你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其实已经高高在上 但你的心态是在冤 这种智慧 这种政治哲学 两千年前的封建体制 这个社会体制 未接政治 智慧 早就规定在这里 已经规定好 大家应该都不会 不承认 易经是中华民族 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外国人也都要跟我们 学易经 韩国人认为 易经是他们的 韩国人还认为 易经是他们的 国徽都是 易经的太极 这里头已经规定了 准备要登 大位的人 你是会登上去的 霍月 但此时此刻 对你来说 就是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雨活冰 一个最有用的人 他的人际关系是 高层满意他 同层满意他 下层部署也满意他 这种人才能够成为大财感 人物志告诉我们 看上不看下 升官容易 口碑差 看下不看上 口碑很好 英雄主义 升官很难 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白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上层中层下层的人际关系 都是重要 没有哪一个不重要 但是当你到了第四摇的位阶 最重要就是你跟第五摇的关系 你做任何事情 都要想着他的想法 让你跟他永远保持同步 因为第四摇也不止你一个人 你也非常有机会被踢掉 被踢掉 这是什么 这是宪法 写在我们的周易 第一个卦 前卦的谣词里面 我们就是这样读谣词 就知道他的道理 第五摇 飞龙在天 力见大人 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 我们说汉武帝 我们说唐太宗 那个时代多好多好 都是因为汉武帝 都是因为唐太宗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国家安全 国力强势 用的都是一流的干财 做最高阶的官员 所以政治清明 国力强大 百姓的生产力 像喷井一样 所以创造了盛世太平 功劳一定是他的 就是他的功劳 天下安危 细于一人之身 这个元帅统兵在外打胜仗 我们会跟这个元帅讲 天下安危 细于一人之身 就是你的身上 各位干部同学 如果你是这个元帅 那你要心里明白 是因为皇上 让我做元帅 皇上可以让别的将军 做元帅 明白吗 所以各位元帅 永远不要把这件事情 忽略 天下安危 细于一人之身 那个人永远是最高领袖 他不行就不行 他行 像你这么行的人就行 他不行 你越行 你越不行 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只要他不行 你越行 你越不行 你就越 这个奋世技术 越怀才不愈 那没关系 他不行 你有什么办法 你还是能够行 那就是你在第四谣的时候 永远要懂 最重要就是你跟他的关系 管仲就很懂 骑完工再烂 管仲干得红红火火 对吧 就是要懂这个道理 但是永远要明白 国君才是最重要 所有的成功 都是因为他行 所有的不成功 也是因为他不行 天下安危 细于一人之身 绝对是领袖 好 上九抗农游会 我待会再做一个说 领袖哪有那么容易多做的 干部的功劳都是你的功劳 没错啊 可是国家有什么坏的事情 也都是因为你无能 高层里面有什么奸臣 也是因为你的无能 中央为什么会有小人 小人是国君的欲望的代言人 不然小人怎么会做大 国君有私欲 君子不会去搞他的私欲 只有小人会满足他的私欲 那小人也就掌权了 所以各位干部同志 你的权力会不会流失 从指缝中流失 那就是因为你的私欲 让你的权力 给小人拿走 还有 你的权力为什么流失 那就是你的胆怯 你的无能 让全程拿走 全程是什么 君王无能的发言人 你无能我就替你发言 我吓一下你 你就被我恐吓住 你就请我帮你摆平困难 你就永远依赖我 我就抢夺了你的权力 那样子 所以我们读韩非子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 大臣常常制造 假的动乱 恐吓君王 君王如果被吓到了 那就请这个大王 大臣去摆平问题 事实上根本没有问题 他两句话就摆平 但是他就拿走了权力 所以做君王 第一个 你不能有私欲 那么身边就不会有小人 偷走你的权力 第二 你不能胆怯 你不能无能 你不能不敢赌一把 否则 权力又被全程拿走 第三 有人犯错 你一定要惩罚 你不能不惩罚 那你为什么不惩罚呢 因为你的私欲 他满足了你 他是你的爱将 他是你的爱妾 他犯错了你不惩罚 但是 当国家的法治 不能够一致的时候 那官员就不服气 百姓就不服气 你的体制就松动 所以你既不能有私欲 又不能胆怯 又不能够有爱妾 又不能够有爱将 当他犯错的时候 不敢去惩罚他 所以他犯错 你非得惩罚 不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帝王 常常得惩罚 自己不忍心惩罚的人 那各位干部同志 您惩罚得了吗 你不能不惩罚 不惩罚你就错了 从管理 不是管理 从统治的角度 君王是讲统治 官员是讲领导 从统治的角度 你不能不惩罚 那你三不五十就惩罚一个 三不五十就惩罚一个 你心痛不痛啊 很痛啊 就像儿子犯错了 妈妈打小孩 疼在儿身了 更痛在良心 你更痛 所以君王做久了 抗龙游魂 因为你必须承担这些事情 你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 好 这样就说明了 从初到六 一到六 初到上 不同位阶的时候 你的心态 你的心境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挂 坑挂 坑挂是什么呢 宰相养成的哲学 都是超强的人 宰相是什么呢 超能干 啥事都能做 初六吕霜兼兵制 就当他在基层的时候 看到霜就知道河面要结兵 看到一个场景 他就知道这两人的人际关系 来到一个国家 就知道这个国家政治亲民与否 看了君王一眼 跟他谈了几句话 就知道君王可以跟他谈什么 不能跟他谈什么 跟他谈事情能不能够拍板 还是得跟他旁边的人谈事情 才能够拍板 如果要推动公共政策 是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才能够有效解决问题 他看一眼就明白 他就是能够推理 他为什么能够推理呢 因为他在做 他在进来体制之前 他已经把所有的学问都研究好 他通读韩非子 通读易经 通读老子 通读蔡根坦 通读人物志 又通读历史地理 山川文物种种的书 他的胸中学问已经做好 所以他一出场 他就是孔明 一出场就是刘伯文 一出场就是张良范黎 这个等级的人物 他看什么事情 看一就明白 当他在基层做干部的时候 只要给他任务 他一定驾轻就手 圆满地完成任务 立刻就把任务完成了 好 但是最重要的功夫在第三摇跟第四摇 当我们在社会体制的位阶逐渐上升的时候 第二摇是基层的干部 获得了荣誉 第三摇是不上不下 离开了基层的主观 成为基层的资深人员 这是你升上高层 也就是第四摇 之前的最后一次 学习的再学习的机会 那你可不可能升上第四摇 决定于你在这个位阶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 公家的事 你都认为是你的事 而不管 主要的职责在谁的身上 事情完成以后 功劳在谁的身上 只要请你帮忙 你都会帮忙 你都不会推 你不是僭越 你是只要找到你帮忙 你都愿意帮忙 含章可真 章就是美玉 美好的心态 守正 王室 公家的事情 你都愿意做 第四摇 叫第二摇做事 请第三摇 你帮忙传话 告诉第二摇 怎么样事情才做得好 你不会因为做好了以后 功劳是第二摇的 你就不传这个话 你一定把话传给第二摇 必要的时候 你还协助他 辅助他 事情完成了 中央的官员 拿着奖状到地方 颁给第二摇 你在旁边官里而已 但你愿意 如果你是这样扮演角色 到时候 第四摇要有空缺 第四摇 希望上来的是 因为你愿意跟他合作 第二摇 也希望上去的是 因为你曾经帮过他 无成有终 有终就是事情 有始有终 可以完成 无成就是成功 成功不必在 你没有得到这个 荣誉成功的荣誉 但是你可以不在意 你可以放下 因为你心中想的是 公事 王事 公家的事情 永远是这样的品格的人 才能够从第三摇 升上了第四摇 当你到了第四摇 就是中央大员 私人公司就是经理 总经理这个位金 到了这个位阶 都是能力强的人 才能够上去 既然是能力强 你就不可以出疲漏 所以如果有坏事 你就把它解决掉 不可以有坏事 不好的事 解决掉以后呢 嘴巴闭起来 不要去讲 领袖出了什么事情 是我把它摆平的 其他单位的经理 出了什么事情 是我把它摆平 当你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得罪经理 得罪了女婿 好 所以你自己的事情 你本来就必须要把它做好 而且你也就把它做好 做好的时候呢 一样不去炫耀 嘴巴闭起来 扩囊 就是那个袋子的口 把它竖起来 那个袋子的口 就是你的嘴巴 把嘴巴竖起来 不可以有任何 错误的事情发生 没有错误的事情发生 无咎 就算正确的事情做好 也不要去炫耀 无欲 这就是什么 这跟你在前逛 第四摇 获越债院 是同样的道理 人在第二摇基层干部 做事要得荣誉 人在高层第四摇的干部 做事要圆满 不要去荣誉 因为你有权力 你有实力 你有位阶 不要那种外在的虚拥 年过四十就要给 不要再要 还要再要的人 还是小朋友 各位干部 你这么高的位阶 做了一件事 还为了这件事情的额外好处 再费劲 那你是小朋友 小孩 小孩在学校读书 表现好 好学生今天给你个奖状 回家跟妈妈讲 我今天拿了一个好学生的奖状 妈妈也高兴 小孩也高兴 当我们做了高级的干部 你还在要这个奖状 那你就错了 你要这么多荣誉干嘛 你的长官会忌惮你哦 你要这么多美好的名声干嘛 你的同事会忌惮你 所以人到了高层 就一定要进入 对于有权力 有能力的人 等人的内心 都是耗鸣耗力 耗表现 见不得人好 的深刻的认识 就永远要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第一姿态 不能犯错 无咎 不要真功 无欲 好 这种大臣形态的人物 人生最美好 就是在第四遥 但是有时候 古代的封建体制 君王碰到什么事情 不在了 然后呢 小王子登基 才七八岁 皇上肯定是他 君王是他 没错 他才七八岁 那怎么办呢 那肯定是你这个大臣 要主政 要摄政 所以你俨然就是君王一样 什么事都听你 皇上元吉 很好 你有没有能力 把国家稳住呢 当然有 因为什么事情 都是你在做的 所以你居位也没有错 但你又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那个龙性的血液 龙的血液 龙的血脉 除非你也认为 你自己是龙的血脉 你就把它杀光光好了 龙的血脉 一定会回来 抢这个龙的位置 所以人生最美好的 其实就是在第四遥结束 最好不要走到第五遥 不得已走到第五遥 你要有不得已的心情 随时准备把这个位置让回去 早早布局 把他人际关系搞好 那否则的话 等他长大了 你走到了第六遥 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两龙相争 受苦的是百姓 好 这就是坤华在跟我们讲的道理 那这些呢 这个 基本的 这个周易的 这个逻辑 我再讲一个有趣的 叫做小序卦 非常官场逻辑 顾病大臣 培养君王的命运变迁 有点像刚才那个第四遥走到了第五遥 皇上元吉 好 小序卦 大家都是羊遥 只有一个人是阴遥 在第四个遥位 第四个遥位就是什么 经理的遥位 大臣的遥位 宰相的遥位 所以呢 就以他为男主角 他跟君王 在君王是一二三五六 不同的阶段的人际关系 好了 他摄政王 他摄政 他顾病大臣 君王才七八岁 父王死了 自己被扶上君王 根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心里有点相当的惶恐忐忑 知道自己一定要听话 不然怎么样呢 不然坐上去的也可能不是他 他妈妈肯定跟他讲得清清楚楚 好好的听话 自己就懂得自我约束 父子到何其揪 他不会犯错 慢慢的十三四岁 十二三岁 稍微长大 调皮了 有点贪玩这样子 犯一些小错误 但讲了就听 千父 千回来 可是到了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 喜欢打仗 有他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结果你还要管他 那他就发火了 他认为自己是君王 不过就暂时把权力借给你而已 你跟他就是反目成仇 夫妻反目 于月服 这个车子 跟车轮 跟车轴 分开了 解体了 月就是拖 拖离了 那这个车子就走不动了 一个家庭夫妻 夫妻反目 这个家庭也建设不好了 那这时候大臣很为难 其他的大臣很为难 肯定是老臣讲的话是对的 但肯定这个天下是十八九岁的君王 所以大臣们也很为难 非兴臣的两派 国家也经营不下去 但这个年轻的君王 就因为这样意气用事 肯定犯了几个大错误 栽了一些大跟斗 国家受到损伤 自己也非常的没面子 慢慢成熟长大 那二十五三十五之间 慢慢成熟了 知道老臣都是对他好的 有福写去剔出无揪 诚诚恳恳的跟老臣相处 过去的冲突没了 灾难没了 无揪 你们两个关系相安无事了 又过了几年 这个皇帝已经四十岁四十五岁 成熟了 掌握最新资讯 任用了一批新的优秀的官员 有他自己的施政的成效 国家治理的很好 富以其林 有福乱乳 有诚恳 这个大家相处的很好 林就是天下百姓 让百姓过着富裕的生活 表示什么 这个君王自己主政 已经把国家建设得很好 那这个挂最重要的 警惕的 就是第六条 上级 就这个老臣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要来干涉这个君王 施政的信念 施政的方案 寄雨寄楚 天上已经下雨了 然后呢 地上的花草树木 农作物已经长出来 表示国君已经成熟 自己有能力照顾百姓 上德在 百姓歌功颂德 结果他还非常的 严厉地要介入国家的各种政治事务里面 赴真理 就是他 放不下 这样子 可能他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也可能他 无法忘怀自己伟大的攻击 他就不懂得跟君王相处 在这个时候 不管人家做得好 还是做得不好 你就是要退出的时候 但你不退出 越激旺 过了旺以后 越就开始往下走 就越来越小 所以有智慧的 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权力 到了那个圆圈的上端 到了那快上来了以后呢 你再找一个更难的事情 结果你又重新从基层往上爬 到了快成功了以后 你再找一个更高的目标 结果你又重新从基层往上爬 就你人生一直在向上爬升的 这个坡道当中 永远不要让自己 完整的去享受权力 在某一个位阶上 当你开始享受权力的时候 就是过了那个旺 你就开始往下掉 你就开始不学习 这个老臣呢 就是让自己过了那个旺 这个时候还想要挥洒权力 君子争凶 他将要跟他的君王 又变成敌对的状态 回到当时第三摇的状态 现在是君王已经成熟 之前是他还想他不成熟 你对他错 现在是他已经成熟 从权力位阶的角度 你管太多了 好 这个是小续光 那这个都是非常的政治哲学 说明了一到上的这个相处逻辑 我们再来看这个谣 也是非常的政治上人际关系 叫做吕光 我给他的下的小标题 叫做小观赔笑脸 为什么叫小观赔笑脸 通常五个羊瑶一个阴瑶 那就是那个阴瑶作为主角 他是第三瑶 不上不下的官 其他五个都是君子 说明一个能力很强的领袖高高在上 你作为他身边的一个副官 你还不是主官 你对他呢 只能毕恭毕敬 陪笑脸 啥事都听他的 你的能力不如他 你长得也没他算 他又是君王 你权力上永远无法预约 你真的就只能陪笑脸 跟刚才第四瑶 那是大臣 小续 是不一样的格局 就你自己的位阶 不是第四瑶的大臣 你是第三瑶的 不上不下的副官 这样子 好 就有一个最重要的逻辑 就是这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秒能士 博能履 驴活为敌人凶 五人为于大军 你因为整天伺候长官 伺候领袖 你又是个不上不下的官 对你来说 位阶比你低的都位阶比你低 位阶比你高的呢 也不敢爬到你的头上 因为你毕竟天天跟君王在一起 秒能士就一只眼能够看见 伯能履就是一只脚伯啦 也还是能够走 但走得不好 看了也看得不清楚 但是 你却以为自己看得清楚 你却以为知道 君王在怎么治理国家 你以为知道 什么事情该怎么做 结果你竟然敢去 发号施令 甚至呢 对你的国君不礼貌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伺候他 一直伺候他 伺候得很舒服 他也对你很好 从来不会对你发脾气 你看到他对别人发脾气 却从来没有对你发脾气 那你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就你竟然敢踩老虎尾巴 这就是有时候很多的副官 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知不觉僭越 所以叫做五人围于大军 你不是大军 但你却以为大军 所以我们常常在 陈丰身边的人 永远要明白那个奋迹 这个奋迹不只是 你永远要对于你的领导 要谦虚 谦恭客气 你还要对于其他的官员 也要谦虚客气 人家的位阶还是比你高 人家是主官 你是个副官 你千万不要凌驾别人之上 否则你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这样子 那有一天就会出大披露 好 这个 再跟大家讲一个卦 叫做同仁卦 同仁卦说明了一个什么 政治上的一个格局 说明了 再厉害的领袖 他的体制是否稳固 关键在基层的干部 跟他是否同心 就是 君王 权力是否稳固 周天子权力是否稳固 在于地方诸侯 是不是跟他一条心 那地方诸侯跟他不一条心 那周天子就没了 董事长是否真正掌权 那就看各个生产的厂长 是不是直接听董事长的话 所以基层的干部 听领袖的话 那就不管基层到领袖中间的 这些高层的干部 是否不太听话 就还是无法撼动 他稳定的权力结构 这就是同仁挂在强调的一个道理 第二摇就是基层的干部 同仁于宗 宗就是这个领袖 他不应该指同仁于宗 可是情况特殊 不是很好 但却稳固了君王的权威 第三摇呢 又想要觊觎他的权威 就在郊外 想要带兵攻进来 结果发现皇城内的这个禁卫军呢 非常严格的 守规矩的 每天固定时程 在那边操练 没有任何的机会 三年都没有机会 或者是皇城里面的这些大臣 站在那个高高的 自己的家的那个墙上 或者城墙上 要看有没有机会 还是没有机会 因为帮君王保卫的基层的干部 非常非常的认真 所以对于君王 虽然一开始受到这些第三摇跟第四摇的大臣的钳制 很不舒服 很难过 可是呢 因为 地方核心的干部 心心相应 所以呢 帮他挡掉了灾难 所以同仁化 说明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一个成风的领袖 你要让你的权力稳固 你一定要让第一线掌握实权的干部 是真正你自己的子弟兵 那你的根基就不会被铲除 好 周易六十四卦里面 我个人认为最漂亮 最完美 最好的一卦就是大油卦 我现在台湾 台北市有那个公共汽车 有一家公共汽车的公司 就叫做大油 就叫做大油巴士 巴士 大油是个非常好的名词 因为有公司用大油这个名词 非常好的名词 大油为什么叫做大油呢 第五摇是什么位置 君王的位置 结果其他的五个摇都是杨摇 他本身就是君摇 杨摇代表君子 他本身就是君王 然后呢 他有谦虚宽大 谦虚宽大 因为谦虚宽大 带领的干部又都是君子 所以所有的君子呢 团结在他的身边 每一个人都认真做事 把事情做好 所以一个领袖 用的都是证人君子做干部 那你就不必用法家的那一套来管理 那你就是什么 就是好好的 这个宽大为华 给所有的人的机会 因为他们都是君子 那这个挂 六个摇位 第一摇 这么好的领袖 然后上面你的这个长官都是这么能力强的人 所以你作为一个新进人员 你进来是要干嘛的 当然不是享乐的 那你进来是要干嘛的呢 你进来就是要 比别人更加倍的努力 快速提升你的能力 一边赶得上这一辆高速的这个高铁 否则你能力没有跟上来 这么美好的格局 就像你大学考试 本科考试 你考上了最顶级的学校 那大一新生考上了最顶级的学校 那你前途无量 那这个时候你该干嘛 是不是整天唱歌跳舞 是不是 当然不是 你要比考上 比你差的学校的大学生 要怎么样 更加加倍用 就当你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里面 你作为新进人员 你不是因为进了一个很好的团队 你可以休息意乐想的错 加倍的努力 奸则无咎 那你如果不奸 你自己跟不上队 你浪费了这次的机会 好 第二遥 给你权力 那你就做大事 大车子来载 要跑多远都可以 无咎 第三遥 给你权力 但是呢 要君子才好 如果是小人呢 你就滥用这个资源 第四遥 给你权力 给你很大的权力 你权力再大 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君王会忌惮 为什么 这个君王就是有比海洋还要宽阔的选择 你本身是君子 前挂第四遥 你自己的老爸当君王 你都要 获约再冤 你老爸当君王 你都得获约再冤 那是钱挂 大有挂 你是个大臣 你掌握这么多的权力 做这么大的事情 那不会有人认为你在自我膨胀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君王的胸襟 比你是大到你无法想象 你就持诚你的才华就好 虽然所有的第四四遥 永远最重要的是 要挂记 你跟第五遥的人际关系 好了 那这个就是第五遥 六 就是这个国君 大家都能够接受它 这个挂也是非常特殊 享乐的一个光 就在告诉我们证据哲学 五个阴遥 就一个阳遥 这个阳遥在大臣 宰相的位置上 那说明什么 他能力超强 而且又是宰相大官 所以呢 因为有他 一切都太顺风顺水了 就像私人公司 有一个超强的CEO 这个公司整天赚钱 整天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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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造成 这个公司的各个位阶人 全部集体懒惰 意乐 他的氛围就是这样子 好了 你作为一个公司的基层 叫新进人员 欲就是玩乐 名就是玩乐 玩得大名大方 就是你很公开的玩乐 虽然这个公司大赚齐钱 你作为一个新进基层人员 你就光享受 而不懂得努力 那你没有前途 凶 那这个享乐呢 不会所有人都在享乐 这个挂的第二窑呢 他头脑很清楚 是的 我们公司非常赚钱 到处都有喜庆 这些喜庆的事情发生 我也都要去猜 但是不中日 我非常的改静 戒于是 我是干事的 但是近点喜庆我要参加 就像一个村庄的村长 这个村庄生产得非常好 但是呢 长大爷家 郭利欧师大寿 李阿姨家 这个生了小孙子满月 然后你的朋友 谁谁谁家 儿子结婚 娶媳婚 你都会去 可是你不会整天 泡在酒堆里头 不中日 你是个干事人 急 这样子 这个话的第三窑 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一个整天 拍马屁 整天 参加宴会的人 以为人际关系 是在宴会场合中做的 所以就整天养慕 产妹 会宴会参加晚了 自己还很责怪自己 为什么参加晚 所以他没有大致 因为这一个公司 这个单位 赚钱太容易了 就是因为第四窑 犹豫大有得物宜彭格战 因为他能力领强 他就像那个女孩子头发长长的 然后把他卷起来 然后弄一个簪子 一簪整个头发就竖起来 就因为他一个人 把整个公司所有有能力的人的能量 都聚集起来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你们之所以可以过这么富裕奢侈奢华的生活 就是由于他 由于他而愈 因为他而愈乐 大有得 也不会有人怀疑 这卦的第四窑 非常像管重 反正就他一个人干活 就他一个人干活呢 就把齐国搞起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呢 怎样 怎样在皇宫里面 荒淫无度 就是这个第五条 征集横不死 当然这个周易的经文呢 是早于管重 这样的一种思路已经放在这里了 大臣太厉害 君王呢 并没有相应的 历经图治 胸怀大致 而是因此 反正我全力都交给你 反正我是君王 你也不会建议我 你也不会把我赶跑 那我就想着 但是君王不应该这样过 所以你是师位素餐 你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老而不死 师位贼 就被这样责骂了 这就是玉卦 很有意思的 这个思路 再跟大家讲一个 古卦 古卦是什么呢 子弟兵内部改革 为什么叫做子弟兵内部改革 这涉及到周易的这个八卦 或者是三窑的卦 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我就不多讲这个 总之他的意思是说 柔顺上面是停止 你内在柔顺 前面路又把你挡到 又停止 柔顺又停止 那就是不动 不动是什么呢 不动就会腐败 腐败会怎么样呢 腐败就是现在冬天了 东西不会腐败 到了夏天 尤其到了南方 你在你的办公室 中午一个饭格摆 就你忘了吃了 就你周末到外地出差开会 那下周一回来 你进你办公室 一股恶臭 为什么 你那个上星期的饭盒放在哪里 有大热天 一股恶臭 有苍蝇 搞不好还有区区 你进办公室 你说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以换办公室吗 办公室是说换就换吗 不可能 你一定是什么 立刻把那个腐败的食物 拿出去丢掉 你自己都受不了这个腐败 你自己都要解决这个腐败 要铲除这个腐败 骨就是腐败 腐败 而且是腐烂在家里 腐烂在家里 就是家里人自己就要来去除腐败 所以这个话是什么 子弟兵内部改革 好了 之所以需要改革 肯定是老爸 跟一些经理 加成公司 很长一段时间 懈怠了 没有与时俱进 那居然没有跟上网路付费 人家在网路上找不到你们公司 找不到你们商品 到现在还要求人家现金交易 哎呀那你真是太腐败了 就是你的子女 留学回国 或从大城市回到家里 要告诉你 必须做一切的改变 虽然是子弟兵的内部改革 老爸 君王 肯定是同意的 但是你也要注意技巧 第一要 干父之母 有子 摆明了 有一个好儿子 告诉老爸 这样是不行的 烤 烤就是父亲 咸烤痞 有时候我们会在 丧尸坟墓上看到 咸烤咸痞 烤就是父亲 无咎 虽然你很腐败 但你有好儿子 没事 会帮你改善 但这只是开始 好了 开始进行了改革 到第二要 干母之苦 有些权力是妈妈在掌握的 要从妈妈掌握的权力 这里下手 要做调整 但是不可以冲撞 不能够太用力 好好的沟通 接下来到了第三要 是爸爸的公司的大臣 过去的高管 主管的业务 腐败 你要去改革 这个时候就会有冲撞 小有悔 无大揪 冲撞必须去冲撞 如果你没有那个意志去冲撞 那改革永远不可能 但是因为是父亲同意的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所以你可以做这个改革 所以无揪 无大揪 但是表示还是有点麻烦 到了第四要 育父之谷网建立 这一些过去跟着你老爸 浪费了五年到十年光阴的老成 公司没搞好 走到外面走一圈看 一圈才知道自己多糟糕 所以呢 被子弟兵 指责 减少了权力 减少了薪水 心情不好 然后去建董事长 育父之谷 父亲的腐败 就是你们这个位阶的人造成的 结果见不到 网建立 去见父王 见不到 见到了 讲话也没用 这个挂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一摇 就是第五摇 第五摇就是君王 就是父亲 就是董事长 就是儿子的改革 直接到了董事长 你的角色 你的任务 你的处事方针 要做修正的时候 一个原则 就是要用欲 告诉我们 所有拿到改革权力的人 你的改革的权力的棒子的挥舞 在封建体制内 你永远要打着老爸的旗号 这一切的改革 都是长官交办 都是长官的意志 成功了 功劳也是长官 开口闭口 要提着最高领袖 提着你的君王 所以不是你在僭越他 那么他就可以让你改革 否则他也完全可以 不让你改革 不让你改革 清朝末年的改革 把老佛爷骂个臭头 老佛爷就不让你改革 就这么简单 这勇欲 谷 腐败 内部改革 自己的孩子子弟兵改革 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够把老爸一脚踢开 干负之骨 要勇欲 再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卦 叫做官卦 官卦是在说什么呢 展示自己 结果就显示你的程度 你在任何场合 讲话 你怎么讲话 讲什么话 你关心什么 直接呈现你的程度 好 第一遥 同官 小人无究君子力 我就看你是小人还是君子 你如果是首长的驾驶员 陪着首长进入一个集团公司 你进来了以后 你说你们这个电梯不怎么样 你们这个电梯很好 你讲这个话没事 因为你是首长的驾驶 但你如果是个专业人 你是来这里谈经济 或你是来这里谈教育 或你这里谈组织的 结果你一进来就说 哎哟你们这个电梯很高级 很新 那你谈话的层次 就不到你应该有的层次 更好的例子就是 全家人去博物馆参观 八岁的小朋友最关心什么 这个博物馆的贩卖部 有没有冰激凌 问题是这个博物馆展出的是 刚刚从地下出土的 四千年以前的中国的宝物 这个入场券不知道多贵 问题是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参观 小朋友根本不管你 是不是四千年的股 他只管这里有没有冰激凌 他问这里有没有冰激凌 有关系吗 没关系 他本来就是小孩 小人无咎 问题是如果你的身份不是个小人 一个场合 一个大厅 一个会场 你不讲话会死掉 你就爱讲话 除非你是有意开玩笑 缓革气氛 否则你不要讲小孩子在讲的话 通关 就呈现了你的格局 你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频率里面 关心的不必要关心的问题 那些事情视若无睹就好 这不是你来这里的目的 你也只有几次开口的机会 不要浪费了 亏观立女争 亏在门缝后面亏视 如果你是宰相家的小姐 新科状元 碳花什么的 近视 一票人到你家做客 你是宰相家的小姐 你肯定站在门缝后面 看看看看 看你喜欢哪一位近视 晚上跟你老爸说 但是你老爸最后还是告诉 这个人不是 谁谁谁才适合 但你老爸不会骂你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站在自己个人的利害关系 表达意见 没有问题 就像这个中央有一个政策 你是地方官员 从你们地方的特色 来反映这个政策 对我们 好处在哪里 坏处在哪里 那你可以表达你的希望 你可以表达 你没有犯错 因为你是地方官员 你得替地方讲话 可是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讲话的意见 肯定不一样 最后中央会做一个 共同的财毒 那你讲话没有犯错 你可以讲的 这就叫什么 窥官 立正 什么意思 你不是主角 你可以讲你的话 最后的决策 人家通盘考量 第三种讲话 官我生 进退 好 要有一个新的政策出来 你去毛遂自建 针对这个事业 你有什么专长 你可以在什么位阶 什么时候上 扮演什么角色 做出什么贡献 那这是什么 毛遂自建 而且呢 是想投入这个事业 以你的能力的 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很好 这就是什么 官我生进退 但是还有更厉害 一个政策 你是专家 结果呢 利用兵与王 你被君王请到朝堂之上 给你上座 让你在这个地方讲什么 关于这个政策 利弊得失 哪里的细节该如何加强 哪里的方案该做什么样的修改 那你是大专家 你是大教授 你是领袖聘请来的大专家 给我们下指导期的 观国之光 你讲话的层次是在这个层次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在一个会场 在一个场合 我们讲话是在哪一个层次 这里头就有四个层次 观挂 你讲话的层次 说明了你的程度 说明了你跟这件事情的关系 那当然也就说明了你的格局 你的位阶 好 这个是观挂 好 我们刚刚讲了小序挂 现在给大家讲一个大序挂 小序挂是老臣培养君王的哲学 大序挂是老天培养帝王天子的哲学 老臣培养君王的哲学 就是要处理这两个人 人际关系的消长 老天培养天子的哲学 就一句话 你不是来享受权利 你是要承担天下最大的重责大人 所以不管你学得再好 能力再强 都不让你享受权利 不让你坐在那里 就像那个月亮到了 哇顶点 因为到了那你就要往下掉 也就是 你跟别人一起参加学习 明明你学习成绩最好 颁布的第一名不是你 选拔一个人来坐这个主管的位置 都没选拔到你 你又被去叫去做另外一个集训 第二种集训呢 难度更高 集训完了以后 你又是成绩最好的 要选拔几个人负责这个项目 你又没被选拔到 但你又被丢到第三个集训的 课程里面 你一直没有被 授权 你一直被操练 但在被操练的过程当中 你的能力一直在提升 这就说明什么 这不是不公平 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公平 因为你注定要在 最高的那个位阶的时候呢 才让你放在那个 最高的位阶的角色 所以 我成绩很好 但是我没有得到这个位置 聪明的人都觉得很不高 很不公平 但是有智慧的人 不会这样想 这个层次的事情 不需要我来做 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 还有很多让别人去做 还有更难的事情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 只有很少的人 才有办法做更难的事情 甚至还有最最难的事情 天下没有人可做 只有我能做 所以我永远不要急着 在我能力到什么位阶的时候 我非要某个位子 因为我还要继续上升 这就是大序瓜在讲的道理 初九 有利益 你这个 这个屁小孩 小屁孩 就把权力交给你 那这个国家要危险 就不把权力交给你 好让你稍微大一点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但是不让你去享受 愉悦又是 把你的车子跟车体解体 让你更大一点 要你两码足力坚针 要你去做更辛苦的训练工作 那一些基层的干部 训练车夫 训练卫士 这种基层的干部 在干的事情 也把你抓去低线 去接受训练 这种基层的事情 你也必须要会 而且非常的纯熟 你肯定智商高 你会学得很好 学了以后一辈子的技能 重点是 这一个位阶的 你的基层的干部 他们过了什么生活 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什么 那你就完全清楚了 以后你要重用他们 他们就是将来的 我刚刚讲的 那个大有贯的 那个九五的帝王 所需要的六二 基层的干部 所以你得认识他 好了 六四 你位阶更高了 同牛之户 牛长大了 青少年的牛 那力气已经很大了 那个牛角很尖锐 横冲直动 撞到人 人会长破 险的 所以在你的牛角上 夹上了一块横目 那你撞到人 人家就痛 但是不会肚子破掉 肠子被你踢出来 表示什么呢 要收射你的个性 你能力强 但是不让你享受 不让你掌权 不让你上舞台表演 还要把你加上束缚 要约束你的 这个修养 你的个性 让你变得修养更好 当你应该到了 第五遥君王的位置的时候 焚死之涯 那个野猪啊 给他去世 表示什么呢 你做君王之位 跟别人不一样的 就在于你有 赏罚二饼 但是不让你用 赏罚二饼 看你有没有办法 在不用 赏罚二饼的 威胁 利诱的 君王的 利器 你还能够 把团队 管理好 所以去掉你的权势 这一关 你也过了 那你啥不会 天下再没有事情 可以训练你 上九 赫天之渠 渠就是渠道 通天之渠 你掌握了通天的渠道 你掌握了天下人 安危荣辱的关键 你已经不是诸侯国的 国君的等级 你是天下的天子的等级 所以 这个挂 从头到尾 就是 你想要一屁股 坐在那个椅子上 那个位置 然后那个椅子 你要坐下 他马上把你抽走 不让你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 一直没有被拔着 但我们 请注意 后面这句话更重要 一直被赋予 非常重要的任务 如果没被拔着 又没有被赋予任务 那你这个人就差不多了 你虽然没被拔着 却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任务 你要把这个重要的任务 看得比那一个你想要的位置 更重要一百倍 因为这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你平步轻云的直达电梯 因为你被赋予更艰难的训练 那大序 培养天下最伟大的人才的 培养的方法 你始终沉得住气 你始终认为 事情比位置重要 事情就是天下的事情 你关心天下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认为是你的事情的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格局 你的格局就是你的位阶 就是你的官阶 你既然已经一直都是在做天下的大事 那你不是天下的主人 谁是主人 你那么在意那一些位子吗 各位同学 什么是官员 官员就是有位子 什么就是君王 君王不是个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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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是拿薪水 然后有具体的任务 做不好会被骂 但君王不是官员 大序话不是在培养官员 在培养领袖 这也给我们很深刻的 政治哲学的反思 我看还没有很强很强很重要的挂 值得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否则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重要的主题 我们讲讲另外两个很有趣的挂 笋挂跟义挂 我们在会计上有笋义表 这么会计的名词 它是来自这么老祖宗的挂 大家如果知道会计有笋义表 我们现在用笋义 它其实是64挂里面的一个笋挂 一个义挂 什么叫做笋呢 减少百姓的资源 为国家付出 百姓资源被减少了 叫做损 什么叫做义呢 减少国家的资源 然后让官员充分发挥 重用充分授权 叫做义 就上面给下面东西叫做义 下面给上面东西叫做损 光是这个挂名的曲 就说明了 它是站在百姓的位阶的思考 国家有难 国家有大事 那百姓呢 就放下自己手边的事 去支援国家 支援中央 这叫做损 在这种格局上 有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逻辑 第一啊 以示踹网 无咎着损之 以示放下自己手上的事 踹网 立刻前去 那 虽然我在农忙时期 但是前线发生了战事 我只要放下我家里的农物 换上军装 上前线 好 九二 征凶 浮损 一支 你放下你家的农货 因为那是你家的私事 但你如果是地方的公务人员 地方的公安人员 你自己在基层上 有不可替代的 关键角色 就算中央有重要的事情 你也不能放下你手上的事情 跑去 你这个叫做臭热闹 你这个叫做瞎搅拷 你再怎么重要的事情 也没有让你可以 不管你 领薪水 为百姓照顾百姓 日常生活 日常业务 例行任务的推动 也不能够丢掉这个 所以你如果跑出去 反而不对的 扶损 不要让你减损 一支还给你更多的经费 把地方稳住 只有闲鱼的闲暇的人口 可以调出来 去协助中央 去协助其他地方 第三要更可爱 三人其应损一人 一人其应女得其应 虽然你要去协助中央 但你不要 声势浩大 成群结党 自己还是这个小团队的 领袖的这种姿态 去协助中央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有危难 你们这个地方去帮助他 将军带着部队去帮助他 重点就是什么 这个将军带着部队去帮助 可是把部队交给当地的将军 这个将军自己要回头 不然谁当将军 谁当元帅 就在讲这个道理 三人其应损一人 所以呢 能够在关键时刻 自己退下来 把空间让出来 成全别人的人 虽然我在帮忙 我既要帮忙 我还怎么样 不能够享受帮忙的人的荣誉 这就超级懂事 太懂事 你一定事先就要想到这个权力结构 你自己要先退下来 损一人 这就完美 一人行得其有 你的部队过去了 人家将军接收你的部队 马上投入前线的战士 补充了兵员 保卫了国家 但你自己作为将军呢 你不用过去 好 这是损挂 下面三窑呢 很深刻 然后我们来看异挂 异挂更深刻 异挂是什么呢 中央 把资源投入地方 充分授权 充分授权 既然充分授权 这个挂最特别是第三窑 跟第四窑 特别在哪里呢 我们看第三窑 一直用凶事无凶 有福忠行 告公用归 中央充分的授权 使得第三窑 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剿匪 或者是救灾 这种事情 凶事 救灾 那是凶事啊 有人压在这个房子下面 有人压在这个山下面 有人压在矿坑里面 或者前方战士围棋 救灾 这种事情 或者是剿匪 是要流血的 要杀人的 这种事情 你充分授权去了 有福忠行 告公用归 就一个原则 再怎么降在外 君命有所不授 你还是要打报告 告公用归 归就是 欲 就是信物 就是你还是要打报告 你绝对可以当机立乱 你咋做都可以 因为你被充分授权 但你还是不能乱做 更重要的是 你要打报告 这样才是一个稳固的 才是一个懂事的 被充分授权的人 如果你被充分授权 好 你就大开大过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的 但你要打报告 不要漏了这个动作 就不会有事 你确实被充分授权 否则 差不多时候 你的权力就要被收回 因为人家忌惮 不知道你会把队伍带到哪里去 第四要 充分授权 第四要位阶更高 授你什么权呢 这种权授给你 才真正是重大的权力 凶事 国家会发生凶事 但不会全国都有凶事 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有凶事 让你去处理 但有一件事情 是全国的大事 千古 千都 千都的事情都交给你了 那你说你有没有被充分授权 你当然是绝对的被充分授权 这是千都 国家的资源在你手上 某一个地方 哪一个办公的位阶 哪一个部门在哪一个办公室 都有你来安排 国军大人那个时间跟你去做这个细节的考量 那真是你被充分授权 好 这个叫做这个 意挂 还是一样怎么样 告公宠 所以大臣永远不要忘了一个奋计 你怎么做事 你要时刻做个报告 差不多的时候你要主动报告 我自己也做长官的经验 我关心的事 我交代的事 好几天了没跟我打报告 还得我自己去问他 当然我如果问了就立刻清清楚楚 一无一时的说 那还行 但是总不如 在我还没想到要问他之前 他就跟我发个消息 跟我打个报告 那这个干部我不是用得更放心 明白吗 他已经是我的爱将 已经充分授权 他要想到 这件事情我是多么的在意 所以我才交给我最信任的人 然后呢 三不五时 时不时 我就会想要知道进度如何 差不多的时候 在我还没紧张之前 他就先跟我做一个说明 那这不是很好的干部 所以各位干部同志 学会这一招 已经被充分授权了 告公用归 告公从 那你就永远是长官的爱将 那我们再讲 一个挂叫做井挂 水井 里面有水 可以给人家喝 这个井挂呢 一开始是什么 井立不实 里面没有水 就井无井 没有人来 所以各位干部同志 人家有本事 没本事 没人找你做事 我们在单位里头 后来没人找你做事了 你觉得很爽 你的人生已经停止了 你知道吗 好 再来 井鼓射腹 封闭咯 有水了 水很少 那个水桶从上面丢下来的时候 通撞到泥土 破掉 有水 水很少 虽然水很少 你自己认为有水 虽然没有什么能力 你常常发表高见 但你发表高见 就像我们车子 开到 这个郊区 某一个 小餐厅停下来 然后几个人坐在那里 喝酒 开始谈起中央的政策 台起国际关系 谈得 坎坎而谈 头头是道 好像很有小问的样子 这个叫做什么 舍负 井水里面很浅的小鱼 跳来跳去 不成气候 但是呢 还是很爱讲 有能力 有一点点能力 根本只有一点点 却不断的讲 不断的讲 不可能真的把任务交给你 真的把任务交给你 把那水桶丢进去 水桶就破了 因为你根本没那个本事 所以人要有本事 要有真本事 第三条 有水 水够多了 可以给人家喝了 没有人知道你有本事 除非他超级厉害 王明 碰到了一个英明的领袖 那你就碰到了什么 伯乐了 你是没有碰到伯乐 但你已经有本事了 在论语里面太多这种句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不知人 不换无畏 换所以立 不换不我之 换所以之 没事 人家还不知道你 那恭喜你 你还有继续成长的 一点点闲暇的时间 你的时间别浪费啊 都是要用来成长的 什么叫成长 就是能力的成长 那能力如何成长呢 首边的是勤劳做 小事认真做 好事愿意做 人家交代你的事都做 不要管你拿几份薪水 不要管你拿一份薪水 做了几人份的事情 聪明人都很会打算盘 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有智慧的人 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吃亏 我拿一份薪水 可以做四份事情 可以有四个人脉 可以了解四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可以快速地学习四倍的能力 还没有人知道你 我就继续成长 第四项 井咒无究 我不止一直成长 我还不断地修饰我自己 井咒是修走那一个水井的墙壁 那墙水井的墙很久不用了 那个墙上都会有那个杂草 那人家如果想要来那边挤水 结果没看到水 先看到杂草 不好看嘛 你就把井的四壁整理整理 把杂草拔掉 然后把漏在地面上的那个井 那个墙 那个围墙 那一圈 把它整理整理 把它上个水泥 弄得干干净净的 人家经过这里不是看到一个破井 除非他探头一看 哇里面有这么多干净的水 如果他没有探头看 他也看不到你 就你把井修整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人家走过这里认为这里 一定认为这里有水 果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井有水了 那井裂而且很冰冷 很清洁 寒泉石 大家都来引用 当大家都来用你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开始拿窍 摆滋事 摆谱 第六要讲什么 井收乌木 勇服务人井 我这个井啊 从来不摆谱 从来不拿窍 从来不盖子 把它盖上来 任何人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都可以来我这里拿井 反正我水源源不绝 那你就是什么 为天下所用的 大人才 为天下所用的 大才 另外一个讲 人才为天下所用的 就是顶挂 顶挂 我讲给大家听 顶呢 这个样子看起来 就像一个顶 下面是个灶 上面是一个锅子 中间有两个耳朵 可以提起来 把这个锅子提起来 倒到旁边的盆子里面 里面的食物 就可以让大家吃 第一个动作 顶垫子 什么意思呢 这个顶里面 上个礼拜的食物 没吃完放在那里 你是准备加热吃呢 还是把上礼拜的食物 倒掉 把锅子洗干净 再重新煮东西吃 肯定是要把它倒掉 所以 一个人培养自己 作为一个有用 为大家所用的人才 第一件事情 把你的缺点 割除掉 你肯定有很多 个性上的缺点 就是因为 你的个性上的缺点 使人家不好用你 不好用你 不好用你 你不要老是怀才不欲 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 不要老是觉得 别人不重用你 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 好人都是好说话 不好说话人 不好相处 人家干嘛收你的官 福不可邀 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 才跟他们说 你想要有福气 不是你想要就来的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养喜神 什么叫养喜神 你平常面带微笑吗 你好说话 人家看到你就舒服啊 因为跟你讲话 有消息愿意告诉你 有机会愿意提拔你 这就是养喜神 你不懂得养喜神 人家看到你一副臭脸 有消息不告诉你 有机会不提拔你 这就是养喜神 好了 第一个 先把自己坏习惯割除掉 顶颠子倒过来 把他倒掉 第二个顶有时 充实你自己的能力 你没事的时间都在干嘛 你是不是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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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没有 你可以学习的东西 如果有 不断地充实 你的锅子里面的东西 坏的朋友就不会来找你 坏的事情就不会来找你 我愁有机不我能起 坏的事情就不会 找到你的身上 你一直在学习 你碰到的事情 都会是好的事情 好 你能力强了 然后呢 顶里面的食物烧 煮熟了 结果呢 那个耳朵断掉了 就是你没有任何让人家 可以跟你接触的方式 让人家可以用你的管道 你自己把这个管道割除掉 你过去得罪太多人了 修复你的人际关系 那勤快的走动 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读书 就会有人找你做官了 你要给别人有找你的机会 好 当你修复了 别人也来找你了 有机会做官做事了 到了第四摇 结果呢 你做事用力 摔了一跤 那个顶脚断掉了 里面的食物掉到地上 把人家身上弄得脏兮兮的 你煮了一锅食物 也没有人可以用 吃 你有本事是一回事 你做事情要小心 你做事情要懂得人际关系 人情练它 到了第五摇 顶黄耳精旋力争 就是什么 你这个顶啊 重新弄好了 重新煮了一锅东西 然后有那个耳朵 让人家好好的可以接触 可以把那个食物倒出来 放在盆子里面 让大家去吃 所以你不仅要有能力 你还要有 能够被人家重用你的管道 不是人家非来找你不可 因为有能力的人很多 你只要提供这个管道 最后这招更厉害 黄耳就是金属做的那个把手 玉玄就是什么呢 那个金属的把手 外面在套上了温润的玉 那你这个顶再怎么热 都不需要拿别的工具 拿这个耳朵 你手就可以拿 因为它永远是温润 你不只要有能力 不只要为别人 让别人来重用 你还要为 重用你的人服务 你还要为重用你的人服务 那重用你的人就乐意重用你 你就一直被重用 你的能力就一直可以发挥 所以顶挂是一个人才被重用的一个挂 这样子在告诉我们重要的道理 好 现在已经三点四十了 不好意思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大家下课休息一下 咖啡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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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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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今天要结业式 所以我课程得提早结束 所以我想多把握一些时间 跟大家多讲一点 很难得有机会可以上课 所以我们尽早开始好了 谢谢大家 我上到4点30分 剩下时间你们要进行结业 就不耽搁大家回家或出去玩的时间 好 那么 经过了这么多的挂的六谣的哲学 智慧 我做了一个整理 就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周易六谣的思考模式 那么大家在学周易可能就会学了很辛苦 那我要告诉大家 像我刚才讲周易 完全把什么符号给丢掉 符号也不难 但是大家都会被符号阻挡在意经的门外 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原则 你要学周易的符号 你只要学一个东西 就是三谣的八卦 长的什么样子 代表什么 你把这个背下来 这样就好 但即便你把它背下来 这依然不是学周易的重点 学周易的重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六谣 掌握 为什么一个事情从一到六的发展 是这样子 你就掌握了什么 政治哲学 人生智慧 你不需要学周易 然后去看风水吧 你不需要学了周易 然后练气功吧 你不需要学了周易 然后替自己算命吧 如果算命有效 你找别人帮你算就好 但你自己读周易 读这个文字 就像你读道德经 你读论语 你可以得到智慧 就是在这个六谣的谣词 事情发展六个阶段 一个体制内由下到上 六个位阶 你掌握这个思考模式 在座所有人都是在体制内的 周易就是周朝初年的政治家集团 建立了由地方成为中央政权的 这个体制的精英 编写出来的文字 这有六十四个主题 告诉你 六十四次的告诉你 位阶逻辑 我们都在位阶里 那如果我们学周易 还有一点点像素上面的 这个需要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背下来就好 就上挂跟下挂 这个东西的功能 一个 什么功能呢 为什么这个挂叫做这个名字 我刚刚都没有跟大家讲这个 这个东西呢 听起来很有学问 可是它只是一个联想 这个挂叫做这个挂名了以后 下一步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 下一步重要的事情就是 针对这个挂名 事情发展的时间的六个阶段的逻辑 体制内由下到上六个不同的阶层的人 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只有这个是重要 山东省为什么叫做山东省 山西省为什么叫做山西省 你可以去研究这个事情 你研究的再多 不如你去研究山东省有什么物资 有什么生产 山西省有什么矿物 有什么工业 有什么商业 这才是实在的东西 你拼了老命去研究山西省 为什么叫做山西省 就是你拼了老命去研究 这个挂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 你不如去研究这个挂里面 跟你讲的这个六腰的人生指挥 对你是实际有用的 但是我们学这个山西省的八卦 就是在学什么 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 它这个组合的联想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是小学生 半个小时就背起来了 如果是五十岁的人 了不起一个小时也背起来了 因为我们记忆力稍差一点 没有什么难的 接下来讲的 讲的昏天暗地的 讲的你迷迷糊糊的 就是要你不懂 然后你给钱 然后帮你算命 你明年会升官 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学的 经文就是文字 文字就是人生智慧 学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东西 就可以了 好那么现在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基于刚才这么多次的演练 那么我们要找出一个六窑的思考方式 找出这个方式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周易丢掉 你就固定用这个思考方式 面对你人生的事情 这就可以结合中国哲学的各个不同的学派 六窑呢 刚刚新进人员 第二窑呢 受命成为基层的干部 第三窑呢 基层的资深人员 或者外放边疆的主管 第四窑就到了高位 中央的高层主管 第五窑呢 变成了君王 君王就是唯一的领导者 就是陈锋 第六窑 卸任的高阶主管 将要退休 如果是卸任的基层的主管 那就是什么 第三窑 在这六个窑位里面 以易经的经验告诉我 最凶险的是第三窑 不上不下 那会惹祸 会愤世忌疏 会制造麻烦 所以一个单位里头 最麻烦的就是基层的资深人员 什么事他都知道 什么事你都得靠他 他就拿翘了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他品性不好 个性不好 所以你不升他的官 所以他会给你作乱 但你又少不了他 心经人员呢 来了两个月又走了 就他资深 但基层的资深人员 如果你能够调整心碳 你肯定会获得重用 谁都愿意用老陈 因为知根知底 好 这六个窑位呢 有一个固定的命运 新进人员 跟这个体制的关系 就是事不关系 不论好坏 这个体制运作非常的好 那么 奖赏 轮不到你 这个单位呢 犯了一些错误 检察官进来 搜索 最后逮捕 会逮捕你吗 也不会 你新进人员 你根本就才昨天来的 这是事不关系 可是当你到了第二遥 就不一样了 你受命承担 喜得荣誉啊 异传里面就有一段话 二多欲 四多聚 三多修 五多功 二多荣誉 所以你看 在诸位 你们更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担任主管的时候 那时候多么兴奋啊 遥想 恭敬当年 小乔出嫁了 就是那种喜悦的心情 那获得了荣誉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好好做事 然后你会有不断的荣誉 然后你就不断的生生生 生的越高 理子越多 切记 面子要越少 在基层 功劳一大堆 奖壮一大堆 面子很多 其实你不是真的很有权利的 要你真的有权利 到了高层 那个荣誉就要减少 好 第三要就是 不上不下 凶险为难 因为你自己嘴巴坏 见不得人好 高层你觉得不如你 基层你也觉得不如你 反正你最厉害 但大家呢 又没办法不依靠你 所以你就拿巧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呢 令人讨厌 有可能令人讨厌到极端了 连你自己都讨厌这个单位 你自己就辞职走掉 那也就是你过去十几年的努力呢 就付诸东流 白费了 没有在这里跳上来 好 第四要 身居高位 论语里面孔子说 鸡壮眼 血气济盛 借知 在斗 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斗 斗什么呢 争斗 争斗什么 私利 公家的事情该怎么做 他要这样做 你要那样做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对他有私利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 对你有私利 所以你们在争公家的事情吗 不是的 你们在争私利 所以只要是高层的斗争 都是争私利 不管表面上都是公家的 作为理由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个不忘初心的人 站上了高位 要把事情做好 那么就是 要和谐的跟别人合作 然后呢 要懂得让 让什么呢 让利益 做基层的干部 要干嘛 要利他 这是儒家的哲学 做高层的干部 要干嘛呢 要让利 利他是什么 利人利己 利社会 我得到荣誉 我得到地位 我得到薪水 我把事情做好 贡献于社会大众 对社会有利 我们要做对社会有利的事情 因为利人利己 等你到了高层 你的薪水已经很多了 位阶也很高了 而利己的事情 不用再谈 你要想的是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 一定是要跟大家合作 跟大家合作 你肯定会碰到更贪心的人 那你要懂得让 让什么 让你的私利 明明是你的功劳 你的功劳是七分 他的功劳只有三分 结果呢 你的功劳 你写出来 你五分 他有五分 他很高兴 下次继续跟你合作 下次继续跟你合作 更重要的意义是 下一次你还是这件事情的负责 所以聪明的人打算盘 我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我干嘛分两分功劳给你 但是有智慧的人不打算盘 有智慧的人的算盘 跟聪明的人的算盘 长得不一样 他们的数学不同 我常常讲这个话 有智慧的人的数学 跟聪明的人的数学不一样 我让你两分功劳 下一次长官要交办任务 他还是交给我 而你还是会支持我 我下次再让你三分功劳都没关系 我永远受命 掌权 实现我的理想 追求我的理想 我永远可以把利益让给你 我是什么人呢 圣险 什么哲学 饶子的哲学 让你的哲学 为什么要让 因为别人都好名好利好表现 见不得人好 为什么中央有这么多需要让的人呢 因为不是小人就是权子 为什么这么多小人这么权子 因为君王不行 君王有私欲 小人就很多 君王无能 权成就很多 你跟小人跟权成一起干活 你不让利给他们 怎么会有你可以做事的空间 所以老子说 以无有入无间 无有任何的私运 然后在权力 利益 清闸的高层里面呢 没有空间 但是你可以做事 为什么你可以做事呢 你无有 你不要任何的利益 我说的是额外的利益 你的薪水还是要造发给你 额外的利益 你都让给别人 都让他们拿去 但你就可以 在他们不反对的情况下 默许的情况下 甚至呢 某种程度支持的情况下 做你要做的利益 社会大众 国家 人民 百姓的事情 这就是你不忘初心的写照 否则你想到了都是自己的利益 你打的都是自己的算盘 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不做 好处被别人拿走的事情我也不做 这个事你不做 这个事就不是你的事 这个事就不是你的格局 那个事你不做 那个事就不是你的事 那个事就不是你的格局 你没有格局 格局是什么 你认为什么事情是你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格局 结果你就是圣贤 你一直在让 让利益 然后你一直在做事 因为做事你能力一直提升 因为能力一直提升 事情就做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对社会越来越贡献 人脉会更好 人际关系会更好 做一件事情给别人方便 为你未来开了三道门 做一件事情找别人麻烦 为你未来关上了三道门 我自己在 台湾大学做过高层的行政主管 做完以后我的指导教授问我 有什么感觉 我说报告老师 我觉得做官就是不要找别人的麻烦 因为做事情是很简单的 做事情是很快的 为什么找别人麻烦 因为你在打算盘 你打算盘找别人麻烦 你耗掉的力气更多 因为我们是学者兼任行政主管 我们觉得写论能更重要 把课上好更重要 而不是要那个权力 要那个钱 反正薪水就那么多 也没有增加多少 所以不要找别人麻烦 事情都是很快 就办完了 各位干部同志 事情有那么难办吗 以我们的能力 以我们的精力 事情不过就 就办完了 但当你在找别人麻烦的时候 那事情没完没了 托尼带水是病 托尼带水病在一个链子 随方救援之妙 妙在一个 随方救援之妙在一个耐子 耐就是有耐心 他要这个我给他这个 他要那个我给他那个 他要的东西他都要了 他就会好好做事 我对他的缺点有耐心 你就是个好的领导 为什么事情做不成功呢 托尼带水 做一件事情 要拖着自己许多额外的私利 把这件事情搞得很复杂 这件事情就很难办 恋就是吃恋 吃恋就是执着 执着就是贪欲 就是私欲 就是菜根坦的 所以一个人做事 不要有私欲 事情可以很快的就做完 那你剩下的时间呢 你就去学习成长读书 不要把时间消耗在闲聊天上 有一次上课 老师问我 请问多老师 我们学校老师在上班的时候 那其他老师在聊天 那我如果不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我不合群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说 你们那些老师上班的时候 在聊天 他们聊天 你为什么不拿这个时间来读书呢 拿这个时间来读书 来备课 不是可以把你的课程教得更好吗 这社会上太多人觉得 上班领薪水聊天是赚到了 那个是聪明的人的算盘 如果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就作为老师 你肯定想要改善教育的 现场的氛围 你就以身作则 那你就好好读书 把课教得更好 结果你课教得很好 他们来向你学习 下次聊天的时候 就不是闲聊天闲扯淡 就是来问 你课怎么教好 你就改变了别人 没有人不希望社会进步 没有人希望社会退步 但没有人会发现说 我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第四要就是老子的哲学 我就是领导 我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不管别人好还是不好 我就是那个带头 然后别人不够好 一定要私利 他才愿意干公家的事 没关系 把私利让给你 只要公家的事情完成就好 这叫做善有果而 果而误发 果而误教 果而不得 这就是老子的智慧 所以各位干部同学 我们要好好读儒家的东西 因为那是基层干部应该有的素养 然后呢 我们要好好读装子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那是每一个晋升高层的干部 在晋升高层之前 必须要有的自我教育 什么自我教育 就是永远认同我自己 不用去认同世俗的价值 那你就能够放得下全是你味 你就能够自在 有你的品味 你这个人就会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人 别人都干什么 你都干什么 那你就没有什么味道 处事不必与俗同 亦不必与俗意 做事不必令人喜 亦不必令人证 世俗的东西不必跟世俗一样 善良的社会风俗 那你不要跟别人不同 但别人都在搞一些俗气的事 你不需要跟他们 你要有自我要潇洒 像庄子一样 你要能够放得下 当你世俗的东西能够放得下 哪天你有机会 又挤上高层的时候 你就不会干一些俗气的事情 你就会单单纯纯干一些 服务奉献的事情 因为你有自我认同 那你到底自我认同什么呢 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那为什么你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呢 因为这是你选择 为什么你选择这个呢 不用再问了 我就是选择这样子 因为你心中有爱 这就是儒家 所以每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前 最古代的体制里面 不管帝王再怎么不喜欢儒家的东西 最后都是会讲儒家的学问 成为一个国家体制 国民人格精神基本教育的核心的价值 为什么一定是儒家 因为他就是告诉我 孝弟忠信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儒家哲学最白话的讲 就是服务的人生观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每个人都服务 这个社会一定会好 谁都不愿意服务 这个社会一定会烂 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几欲利而利人 几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失于人 这就是黄金定律 那这样社会才会变好 然后呢 你就要有你自己的品味 那装子的潇洒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不管别人怎么带你 不管你付出的努力 社会有没有给你相应的回报 有时候你在好的工作环境 好的长官 有时候你不一定碰到 好的工作环境 不一定有碰到好的长官 那你还是要自我认同 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然后当你到了高层 你要学老子的哲学 老子的哲学就是什么呢 让力的哲学 因为你要跟更多 有权有势 但是可能更加贪心的人合作 你要懂得让力 才能把这个任务角色扮演得好 所以当你在第二摇 做基层干部的时候呢 你要做人民的英雄 什么事情由我来承担 但当你到了高层做干部的时候 你要做狗熊 什么事情让给别人 辛苦的事情我来做 大家都在赚钱 没有人扫地 空气很臭 我把窗户打开 我把地扫干净 让大家突然舒服起来 不会有人阻止我做这个事情 圣行就像水一样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顾及于道 这个就是高层领导的人格的魅力 当我们到了高层 就要为我们的人生留下 这个美好的据点 我要告诉大家 有能力的人 在正常的社会体制 都应该走上第四摇 然后第四摇 你又进入私人公司 当经理就是你最好的完美的据点 就这样 古代的社会 所有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员 到了这个郡县制以后 不是封建制 封建制呢 那只有同宗的人 贵族才能做大官 其他的知识分子 很少做大官 但是到了郡县制以后 都是知识分子在做大官 但官员再怎么大 你就是第四摇 所以有能力的人 在一个正常的体制 美好的时代 你一定会登上第四摇 当你登上第四摇 不要再斗私利 要怎么样 把事情完成 复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之争 记住后面那句话 你要做的事情 不会有人拦着 记住前面那句话 复为不争 不是不争的做事 是不争做事情的荣誉 或者是带头老大哥的名号 所以老子有一句话 叫做不敢为天下先 儒家说要 这个敬为私益 叫临为寿命 为什么 很危险了 别人都跑掉了 没有人了 那就我来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 这一点都不矛盾 这件事情 君王在这里 谁有能力做 大家都举手 大家都能够把它完成 都会有功劳 百姓会获得利益 君王会奖赏 大家都举手 大家抢着干 结果呢 你用一些阴谋诡计 把别人干掉 把别人干掉 你抢到了做这件事情的机会 但你得到了许多的仇人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最好是消极 不配合 最糟糕的是积极的破坏 你成功了 人家毁谤你 你失败了人家 幸灾乐祸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 指的是在这种情况 别人去抢那个头盘 让他抢 抢到了以后 靠他一个人不足以成事 我一定去帮忙 我做老二 有老大 光有老大 成不了事 还需要老二 光有钱挂 成不了事 还要有坑挂 光有帝王 成不了事 还要有宰相 我做老二 我不跟你争那个头盘 但是我愿意配合你 功劳是你的 荣誉是你的 资源是你的 辛苦的事情是我来做 结果这件事情可以完成 因为我想的是这件事情的完成 想的是天下人民百姓的福祉的利益 这就是圣贤的人 老子哲学 损之又损 以致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讲的就是这个道 唯学日益 唯道日识 读书每天要累积 每天要增加 背英文单字 每天要增加 但是唯道 什么是唯道呢 带领大家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要日识 我带领大家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想的是我的功劳 我想的是我的利益 我想的是我安插我的人事 我想的是有人来私下给我什么东西 我想的是我后面还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这些欲望都要减少 损之又损 以致无为 当你做公家的事都没有这些私人的欲望 的时候人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人家做这件事情 所有的好处都是他自己可以得到 因为你当领袖 别人跟你做事 别人可以得到好处 功成四岁 身退 百姓皆为 我自然 那他就乐意跟你合作 因为你处上而民不重 处前而民不悍 有一些领导就当老大 他在上面就压迫下面 他在前面就陷害后裕 但你这个人在上面不会压迫下面 在前面不会陷害后裕 所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大家都希望你是领袖 因为你做领导的时候呢 他们都可以得到好处 功成四岁深邃 百姓皆为我自然 他们都会得到好处 而他们都会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后期生而生迁 外期生而生存 什么意思呢 你觉得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 大家没有这个观念 你先鼓吹这个观念 然后没有这个资源 你去找这个资源 然后没有这个土地 你去找这个土地 然后没有这个法令 你去把这个法令建立 然后没有这个人才 你送人才出国去留学 五年之后学成归国 土地也有了 法令也通过了 资源也有了 观念也有了 人才也回国了 人才带领大家做这一件事业 又做了五年把这个事情完成 在庆功宴的时候 是这个人才拿着麦克风在那里 庆功宴主持 后期生而生先 外期生而生存 这个人才在带领大家做事的时候 你没有站在他的面前 你让他当男主角 他会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后期生 生先是 这个人才还没有成为 做这件事情的人才 还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就已经在做这件事 并且你挖掘了他 让他到这个位置上 这就是圣贤在干你的事情 因为你希望事情完成 这就是老子的哲学在告诉我们 好 第五遥是最高领袖 天下安危 细于一人之身 那个 岳阳 魏国的大将 攻打中山国 那仗打得很辛苦 那样子 打仗的过程当中 朝廷有很多人 说他的坏话 后来仗打赢 回到朝廷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有意无意呢 都在炫耀自己的公道 有一天魏国的国 就把他找来 哎呀 岳阳 那个箱子 有很多的书信 竹简书信 你看一看 有很多的书信 就打开一看 朝廷的大臣 纷纷写文章 给魏国的国君 批评岳阳 怎么样通敌 怎么样卖国 怎么样拖延战士 怎么样自私自利 任何一条 只要国君相信 都可以把他换掉 他吓得一身冷汗 他才明白 天下安危 细于一人之身 那个人是国君 不是他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扮演这个角色 但如果国君 收回他的权力 那么多的书信 每一封都可以撤 他就没有机会 建立这个功劳 我自己在大学教书 有很多人有很好的学历 但有很好的学历的人 是不是能够得到 很好的学校的教职 当你得到了 那个教职的时候 你会认为 我因我的实力而得到 我在这个环境上 我后来就非常明白 非常非常明白 你当然必须要有实力 没有实力 你没有资格 在这个位置上 尤其是有资格 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除了你还有很多人 那为什么是你得到的呢 肯定是有人帮助的 所以永远不要认为 就是我自己的功劳 就是背后那个人的功劳 那就是君王 那君王的角色 人格呢 跟大臣又不一样 基层的干部是儒家 勇于认识 高层的干部是老子 懂得利益让给别人 然后我虚言的做事 成功立业者多虚言之事 愤世施机者多直傲之人 我能够做事成功 但是如果是成锋的话 成锋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成锋是什么逻辑呢 成锋要管坏人 成锋要选人 成锋要决定政策 那决定政策跟选拔人才 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呢 最后选拔人才 比决定政策更重要 决定政策最后必须是 专业中的专业中的专业中的专业的事情 所以呢 选拔人才比政策更重要 人才选对了 他给你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但是一个领袖如何能够选拔到最优秀的人才呢 如果你想的是国家的利益 那你就会去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人才 如果你想的是你自己家里的利益 讲到你自己的私利 你只会挑选对你有利的人 明白吗 他就不是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所以孟子在形容摇顺女汤的顺的时候 就说顺有两种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孝顺 第二个优点就是什么 好善而好差而言 到处去寻访官员 优秀的人才 请他出来做官 然后果然顺那个时代 有好多位优秀的大臣 建立了许多的伟大的功劳 包括鱼 包括大鱼治水的鱼 所以一个君王有那个胸襟 不会嫉妒你的干部的成就 就像我刚刚讲的大游挂 那个帝王 胸襟像大海一样 第四遥的大臣 你事业做得再成功 再红火 再风风火 一点都不会嫉妒 为什么 因为他想的是 你做成功的事情 是天下人民百姓的福利 他干嘛嫉妒 就是因为他有私心 他才会嫉妒 当然从换一个角度来说 所有的大臣 你永远心里都要有数 你的领袖是会有私心 是会忌惮 所以你永远要谦虚 才第一次谈 所以第二遥是人民的英雄 第四遥要做狗熊 要做狗熊 一定要做狗熊 因为有人会忌惮 除非你千采难逢 碰到了我刚刚讲的 大游挂那个帝王 胸襟比海洋还要开阔 像尧顺的顺 胸襟比海洋还要开阔 所以帝王应该这样 你才能够成为最伟大 最优秀的人才 到了你的手上 到你的帐下 所以刘邦跟项羽的差别 就在于刘邦能够用更多的人才 项羽跟刘邦的差别 就在于项羽把自己的人才给赶跑了 所以帝王第一个用人才 第二个管坏人 这是法家的哲学 言行重法 如果好好读法家的书 他里面写的那些法令 不是要限制优秀人才 而是说再怎么优秀的人才 口说无礼 一定要经过力电 然后呢 如果你事情没有办成 或做错事 做坏事 或者违背了法令 那一定要重重的惩罚 这样才不会有人 继续跟着犯错 但这一个惩罚 那叫君王自己做法律 最后的后盾 一定要是公正的 一定要是公平的 不可以假公济私 不可以这个勘账 枉法 该省 惩罚你不惩罚 该奖赏 不该 你不奖赏 不该奖赏 你奖赏 不该惩罚你惩罚 那法律变成你玩弄政治的工具 法律就回来 法家讲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是法术师 三个观念 这是讲给君王听 好 我就再告诉各位干部同学 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想要得到国学资源的养分 那么给基层的年轻的干部 要教他们读一种家的书 再过了一段时间 你要教他们读庄子 读庄子是什么 让自己可以豁达 什么叫做豁达呢 你始终不升官 你没事 为什么 因为你有更快乐的事情 可以做 你这么有能力 也这么愿意 他们还是不用你 那没事 你就自己用自己 你就去学习 你就当天才 你下围棋下得很好 下天才 你把力气放在这里 也不换 但是总之呢 不会永远 没有重用你的一天 你就一直在成长 所以要有庄子的豁达 然后到你更高阶了以后 属于高层的主管 你一定要读道德经 道理的重点就在于 你要懂得把私利让出去 因为你要 你要永远掌权 因为你要 做大官 做很久 一直做下去 那 大官 大事 比较重要 还是 小的私利 比较重要 还是能够安插个人 让人对你忌惮 比较重要 收个红包 让人家抓到你的把柄 比较重要 你说哪个比较重要 老子哲学 就是做大官的哲学 就是长长久久 做大官的哲学 一个原则 让力 有这个胸襟 长长久久 做大官 然后是法家的哲学 韩非子的哲学 不是在做大官 他就是领袖 他就是成锋 你不是成锋 没有关系 但你得理解 成锋必须思考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 权力必须集中 为什么权力必须集中 权力如果是两股势力 三股势力 四股势力 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党派的利益 这国家的政策一出来 那力量能够集中吗 不能够集中 而且是矛盾的 内部打架 国力就会衰弱 第一个是 权力要集中 韩非子基于当时诸侯国 什么三家分禁 其实之前是六家 禁国就没了 就这样子 许许多多的国家 力量不强大 国军没有掌权 国军掌权是第一个 第二个 法 你没有统一的法令 那全国人民的力量 就无法集中 法令贯彻了 方向一致 力量就强大 但是法律的贯彻 要依靠什么 术 玉下之术 统治术 常常大家都非常批评 法家的玉下之术 统治术 但问题是 你如果把它理解成 它是要管坏人 打坏人的话 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孔子的弟子 七十二行 不是每一个人 都道德清超非常好 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圣贤 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为着民 为着利而来 什么是数呢 就是赏法而比 有功必赏 如果不赏 除非是圣贤 一般人就会觉得 那我没必要那么努力 第二 有过必法 这个更重要 如果不乏 那么其他的人 就会觉得 那我也可以这样子 问题是 为什么有功不赏呢 吝啬 为什么有过不乏呢 因为他是我的爱将 他是我的爱妾 他是我的爱徒 我为什么爱呢 因为他满足我的私欲 这就是书名 只要是主管 你不能够有私心 你坐上那个位置的那一天 你想要什么 你嘴巴一张开 人家就送给你 肯定要送给你 你就整天张开嘴巴 人家整天送你东西 结果你就整天不干活 拿东西 当你要干活的时候 送你什么东西 就帮你干什么活 你这个活能干得好吗 这就是为什么君王 当不好君王的原因 那就是你守不住自己的私欲 所以书 也不是每一个领袖 都能够用得好的 书不是骗你的东西 书根本就是明文摆在那里 有公必赏 有获必赏 如果你是太多的主管 你无法用赏法而平 用得公正 用得公开 用得刀口上 那么你的部署 一定会听你的话 法家的逻辑就是 我不依赖 你被孔子教过了十年 道德情操优秀 这种人太少了 我依赖 我用这个东西 不管你品格好不好 只要你有做事的能力 你都会乖乖听我的话 因为有公我必赏 你为了赏 你会做这些 有过必法 你为了畏惧这个惩罚 你不敢违背我的意志 你不敢不把事情做好 因为我要管理庞大的地固 这就是法家在思考 对人性呢 在最低的层次上来看人性 那儒家要干嘛呢 儒家是要怎么样 培养圣贤的 从最高的标准上来看人性 人人可得要顺 他要培养圣贤 法家要干嘛 做君王 管理全国 你儒家培养圣贤 OK的 你去培养 但是我管理了 是一群世欲之徒 所以怎么样 我必须用法 这就是不同的哲学 不同的逻辑 好 那就谢谢各位同学 今天是你们上课的最后一天 那我就把时间就节省一下 那就不多耽搁大家的时间 那我今天就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我其他讲课的资料 那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杜教授 给我们下午带来了精彩分享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呢 BOSS结束了 随着杜教授的课程结束呢 我们整个培训 为期培训的课程也全会结束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结议试 大家稍等一下 我会把电脑重新接上 给大家 我们开始进行一个结议 好了 好 谢谢 谢谢